于是我出门赤字花了15块钱 来看看她的房子吧 这跟现实中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能怎么办 总不能让她失望吧 谁叫她是我姐 先把这些暗示的东西收拾干净 要把这个站位置的床给拆了扔掉 没点力气都不敢干这活 千万不要整这种床 连拖地基都进不去 我要开始拆床了 不实用的踏踏米 也要拆掉 拆完瞬间空间大了 墙纸就留下17了 结果是这样的 身高不够梯子来凑 5个小时之后的现场 下垃圾 很晚了 剩下的明天再继续吧 好 今天来分享新手小白 如何动手翻新墙面问题 这是卧室改造之前墙的样子 各种脱落 发霉 污渍 所以改造第一步 铲墙 有发霉脱落的地方 一定要铲掉 铲之前先喷点水 墙面吸水后更容易铲掉 第二步 上加故技 增加墙面和镊子之间的粘合性 一般刷两三遍就可以了 第三步 挂镊子 每一遍要等彻底干透了 再刮面漆 底漆好比女生底妆 底妆上的好 面妆才不脱妆 先涂底漆 再涂两边面漆 刷完的样子 明天终于可以上加剧啦 这应该要先给它弄掉 等一下才能刷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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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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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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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